人贵自知之民 知道自己的根性 这非常之可贵 为什么呢 自己什么样根性 采取什么方式学习 他能学得成功吗 不会劣等 不知道自己根性 想学最高的东西 底下基础完全没有 辛辛苦苦 学一辈子 也丝毫成就都没有 最后怎么样呢 依旧高生死轮回 谁也流转 这就大错特错了 不时尚跟励志 那修净土 你就老老实实念 果然老实 果然自己肯定了 我不如人 别人都比我强 我不如他们 我就乖乖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个三年五载 他真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就做佛去了 自以为聪明的人 在大藏经里头 认真去学习 这么多的经论 一生一百年 学不完了 还没学完 寿命到了 该怎么轮回 还是什么轮回 只是阿赖也是 种一点 佛法种子而已 它没有发芽 这都是 实际的状况了 我们真地搞清楚 搞明白 就不会把路做错了 不会把时间白费了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充其量 我就一步无量舍弃 或者是一步阿弥陀佛 无量舍弃太大了 受制不了 我就受持阿弥陀佛 行啊 不是不行啊 久久受持 渐渐气入境界 不知不觉地拯救了 您对什么 这些民族 受尽他们说 阿弥陀佛